OK 我们就开始吧 各位老师 大家上午好 今天也是五一节 也祝大家五一节的快乐 刚才邦老师也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疫情研究数据的收集 进行一个大的背景 从1月份开始 在邦老师牵头下 我们也持续的对疫情研究的相关数据 进行一个收集整理处理 那么我就讲要的 把我们现在的一个中处的进展情况 向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从我们研究的背景 数据收集处理 以及集成共享 几方面来展开 那么整个项目的一个背景的话 是我们最终目标是为全球 整个新冠病毒的研究 提供一个数据信息的基础设施 那么具体的主要任务上来说 体现在就是说我们第一要对这个疫情研究数据 提供这个长久保持能力 第二呢 是面向这些数据提供相应的方法与技术支撑 进而去推动我们的研究合作 以及促进这些数据在教学研究中的应用 最后呢 是通过这种 我们数据的数据所构建的团队 能够提升一个团队能力的建设 整个研究的团队呢 刚才那个包老师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们包括主要是这个 中国数据研究所这一块 就是包老师牵头 然后同时哈佛大学的 sorry 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的关教授 牵头参与 然后武汉大学呢 我们这个社会地理计算中心 也是全力参与到这个项目中间 还有我们美国的这个RMDS这个实验室 那么提供一些这种技术支撑 也是做一个核心的研究团队 那么就这个新冠疫情相关的这个数据研究 我们数据体系这一块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来看到 从数据成本来说 我们包含了整个这个疫情相关的病例数据 我们统计数据 还有人口的迁徙数据 医疗卫生设施的一个数据 还有政策法规 社交媒体 统计和调查这些数据 同时呢 也包括我们这个做空间分析 所需要的基础的这个地图 那么数据数据本身之外呢 相关的这个文章 工作流 我们门户网站的建设 也都是纳着我们整个这个 疫情相关数据研究的这个 要收集的数据中 那么从数据源来看的话 那么基础数据这一块 我们出去了 出去那个基本的地形图 就是省级的这一块 包括这个整个国家级 在国外有这个county 或者是这个state这一块 我们还有这个统计调查数据 那么就疫情相关的病例数据这块来说 我们数据来源 主要是来自于权威的这个 政府部门发布的这个出口 那么同时像国外很多数据呢 也来自于像云南霍布金师 他们每一次提供的这个疫情数据 疫情病例发布的这个这个这个接口 来收集我们的病例数据 迁徙数据的话 作为这个疫情相关研究 那么疫情动力学这一块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来源 我们对这个迁徙数据 也进行一个持续性的 每日的收集更新和整理 那么这个数据来源呢 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这个 百度迁徙的数据 另外国家统计局也一部分数据 那是进来 医疗机构数据的话 主要是我们现有这个地图服务厂商 他们提供的这个PoA数据 因为我们传统的像 卫生部门的话 有一些这个医疗机构数据 但是它的时效性这一块 是有欠缺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像高的地图 它有开放这个PoA接口 那么从上面获取 众多的这个PoA 关于医疗机构的这个数据 同时社交媒体数据的话 对于我们整个新冠疫情 这个分析这一块 也是能够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 但是限于这个国内 我们这个微博这一块 它在限制这一块 使用上面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点 是在国外这个推特数据 以及这个GDELT数据 这个收集 同时还有一些论文报告 和政策法规数据的这个收集 这个在后面会详细的展开 从第二部分的话 整个数据机来说 我刚才说到了这个主要 我们现在有九个部分 一个是疫情病例的数据 人口迁徙的数据 医疗机构 行为规计 新闻政策 社交媒体 航线航班和高铁数据 我们现在也开始收集了工作 那么气候气象数据 主要是气象站点的一个数据 包括空气指南数据 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成果 这张图给出了我们 整个数据管理的一个架构 那么从众多的数据员 我们在通过各种方式 收集的基础上 这个收集的方式 包括我们有这个网络爬送的方式 比如说他们本身提供的 这个网络服务的API 也许是人工收集的 还有可以直接下载的 像一些表格的形式 那么这些数据 我们通过整理 形成一个结构化的数据 进而去支持 我们更上层的这个分享和应用 我们下层的这个分享和应用